上期我们通过内战让我们的麦勒提目首彻底成为了我们第三罗马的新领导人 但是我们目前的国策还没有全部点完 我们西部边界下面的就是我们的战争线 我们对波罗的海还有芬兰包括瑞典还没有取得行动 更别说我们还有个国策给我们德国还有希腊包括挪威的战争借口 眼下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人力先赶紧用干净 把我们的部队能扩多少扩多少 毕竟我们俄罗斯的领土太大 这点部队是绝对不够的 那么在域外教会的回归这个国策点完之后 现在我们就赶紧开启我们的战争线 点我们的第一国策西部边界 这样的话在西部可以给我们增加很多一些设施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上一个我们新的政治顾问了 就上这个阿纳斯塔西都主教 他的话会加我们的核心人力加2.5% 然后还会加我们的市役人口 这个就非常香了 我们给他上来 我们现在就有三个我们的政治顾问了 但是我们的政治顾问并没有加我们的间谍的 导致现在我们去做一些合作政府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两个两个来回做 这样的话效率时机很慢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开第三届 也只能忍着了 很快我们西部边界这个国策点完了 现在我们就赶紧开始行动 我们直接开始平定波罗的海 赶紧把波罗的海三国吞并了 但是因为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立陶宛和波兰打了一场 这就导致立陶宛只有这么一小块地了 剩下地让波兰吞了 但是剩下的地的话 德国又把波兰吃掉了 导致这些地现在就变成了德国的地 这个就非常难受了 不过好在德国人还是遵守条约的 按照莫罗托夫里宾特洛普的条约 德军已经撤离了波兰东部 现在波兰东部已经避入了我们第三罗马 好极了 到了39年的12月6日 现在我们开始发动我们的军事行动了 可以看到平定波罗的海这个国策已经完成了 我们获得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所有宣称 但是立陶宛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联合王国突然保毒了 这个嚼屎柜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正好那就不打立陶宛了 正好给我们和德军这边做一个口子 正好挡住一部分德军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向拉脱维亚 还有爱沙尼亚进去 那好到了40年的1月20日 现在我们彻底平定了波罗的海 最后一个拉脱维亚因为有英国宝毒 我们就不去打他了 那么在平定完波罗的海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向芬兰进军 我们打了一半 芬兰突然提出让步 现在他们愿意割掉我们 在圣彼得堡比较近的这块地 就是卡迪迪亚地区 给我们割掉 但是很明显这个情况 它已经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整个芬兰 我们继续进军 那么很快芬兰政府宣布投降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地吃掉了 那我们要吃的也只有三块地 那就是北部的这个佩查莫地区 还有是中部的萨拉 还有是最南部 威胁到我们圣彼得堡的这个卡雷利亚地区 我们全部吃掉 剩下的话我们建立一个傀儡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对芬兰还有波罗的海的战争结束后 现在我们开始发展我们的工业 开始建造我们的基建 还有重工业 并且我们把克拉斯诺夫元帅 率领到四个集团军群 现在我们全部改成我们的中防空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火炮还有步兵装备 缺的就非常之多了 不过问题也不大 依靠我们第三罗马强大的生产力 很快就可以补上来 很快随着时间流逝 到了1940年的5月20日 没想到这个时候 德老就已经开始正当化我们了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德国人应该是已经点了国策 对威罗斯作战 那现在只跟我们留了70天的时间 我们的枪还有炮 包括卡车轻型坦克 喷火坦克之类 我们应该是短时间内造不出来了 到了1940年的8月10日 现在德国人已经挣脑好了 我们的战争借口 但是我们之前给德国人派过军事顾问 而且互不侵犯条约目前还在 所以说德国还是打不了我们的 目前还不能向我们宣战 而且德国的部队 现在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如果德国的部队开始在边境 大批量集结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知道德国是要开战了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德国边境离我们都没有几个师 那说明暂时还不会跟我们开战 随着时间推进 到了1940年的10月13日 没想到我们的陆军已经扩边了将近200万了 但是德老依然没有在边境上 准备要跟我们开战的意思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德老是已经怕我们了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部队 机本已经换装好了 我们的中防空 虽然说是万国造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只要把枪送上去 基本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们的这个装备率也基本都要满了 我们现在四个集团军全部都是这样的编制 就是一个11部6炮加一个中防空编制 所以说德老可能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什么理智的决定 然后我们的国策也完成了 重建门第选关制 然后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哈人的buff 这个buff的话叫做伟大的农奴制度 然后我们的市役人口加了1% 并且我们生活消费品减了3% 到了40年的12月这一天 终于德国人撕毁了户部侵犯 那看来这次应该是要开干了 但这个时候他们也把这个南斯拉夫彻底摆平了 那看来我们现在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就要开始了 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了 但我们发现德老撕毁之后也一直没和我们宣战 我们这个五年计划 现在不叫五年计划 国家工业新计划 我们都快点完了 我们现在都要点到转向军备生产了 但是不知道第二个70天我们能不能点完 如果他中断了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算了我们还是不冒这个险吧 我们直接开始点外国专家吧 这个就让他跳掉就跳掉了 终于啊 时至1941年的3月17日 德国佬终于对我们宣战了 哎呀 我们等这一天得了太久了 好吧 然后我们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断 这个实际上是bug 应该是我们的新计划中断 新工业计划中断 然后这边画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斯大林同志 那应该变一变 变成我们的大牧手同志 我们的大牧手同志表示诅咒他们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第三罗马的入场了 当然刚开始了 我们还不能进攻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计划 现在我们需要开始防守 防守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再考虑进攻 战争持续到1941年的7月8日 现在我们的陆军规模已经有了260多万 这260多万的用处是什么呢 并不是对抗德老 而是对抗大鹰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德意志国 也就是德老的伤亡 现在已经有了96万 那么对这个意大利并不多 因为意大利在这个东线战场 并没有出多少兵 那现在我们这个四手五入一下 差不多伤亡了德老100万人 我们仅仅损失了5万人 那么到了41年的8月23号这一天 英国开始要求我们加入同盟国 与他们并肩作战 但我们现在这个合作政府还有70多天 算了我们压根就不做了吧 就这样吧 我们直接加入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同盟国阵营 那我们加入同盟国阵营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接管他们 现在的话可以看到接管阵营 我们还有两项要求没达到 那就是我们的人力部队不够 还有就是我们的工厂 我们现在只有251座工厂 但是我们需要380座工厂 但这个的话非常简单 到后面我们有办法 那么我们暂时没有实力一下扩那么多军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现在我们实际人力是完全足够 我们有500万后用人力 但是的话我们的后勤不够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先造一个一步师 现在开始大量训练我们的一步师编制 先把他们全部训练出来 然后到了1941年的10月24日 我们这200多个步兵师全部给他放下来 这200多个步兵师的话都是一步师 所以说放到我们这个集团局里面吧 让他们站一起就行了 这些的话我们压根就不用管了 现在我们要主要做的就是可以发起我们的全面进攻了 因为我们的枪火炮之类的这些空子 我们也全部补齐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继续造就行了 然后我们前线就在开始发起全面进攻 直接推平国力 在我们前线猛攻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万万没想到英国佬啊 不愧是你英国佬做出了最恶心的一个举动 把我们踢出了阵营啊 竟然是因为我们没有参与远东的战争啊 这我们哪有兵去参与远东的战争啊 所以说他就直接把我们踢了 我天哪这太恶心了这英国佬 不过英国佬以为我们这就没有办法了吗 并不是啊 我们还有办法 我们开始重铸三国协约 再次加入同盟国 那好很快的话 现在我们军事占领的民用工厂和军用工厂已经有200多个了 现在我们总共有了570多场子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的人力还要够 现在我们的部队军力还不够 没有英国多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些我们之前200多的这个部队全部改成九部师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力瞬间就会加到我们的军队中 我们又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 现在到了42年的4月11日 终于我们出现了接管阵营的这个符号 那么现在同盟国 我们就是阵营领导者了 在这场战争打完之后 我们会直接让这英国人滚出去 这个操作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是这个俄罗斯 一路混成了北约的领袖 现在三国协约就是由我们领导的了 摆脱了所有束缚 现在我们也可以直接点旧日劲敌 对瑞典准备宣战 好很快的话瑞典也投降了 那这个瑞典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宣称啊 也没有什么核心 那我们就 我们还傀儡不了啊 那没办法 那这个瑞典打完 我们只能全吃掉了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还得立合作政府 那还是算了吧 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啊 这个德意志帝国 我们因为不是傀儡的状态啊 导致他突然又加到这个本子的阵营了 又和我们宣战了 不可能我们又得打一遍德国 不过现在这个德国非常弱啊 10到44个师啊 我们刚好之前打瑞典的师 还没有调走啊 那这些师的话 我们直接拉下来啊 直接把这个德国再推平就好了 这不是完全就是坑我们吗 不过问题不大 现在我们直接化线平推就行了 好很快的话 我们就把德国的再一次这个扩张 特地给他打灭了 现在的话这个版图就非常难看了 这也没有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个德国脑子不清洗 就又想跟我们打一架啊 那现在他就死得非常惨了 然后之前我们内战的时候这个车臣小国 我们一直没灭啊 那现在我们这几百个这个九布施啊 这未训练九布施 直接把这个车臣小国给他踏平了就好了 那好很快的话这个车臣就灭亡掉了 我们这边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 那么到了1943年的3月23日 终于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边的话阿美已经成功登陆了 那这边的话阿美已经登陆完毕了 现在随着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 那么随着柏林条约的签署 现在的话彻底一切都结束了 那最后的话我们因为变成了这个民主阵营嘛 我们什么都不能干啊 最后这个德国啊也没有傀儡掉 这个就很难受了 那我们这个党也就先打到这里吧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同盟国的老大了嘛 现在也不叫同盟国了 叫做三国协约啊 那行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也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